哈囉 大家晚安 2024年的 第一次開播 新年快樂 開啤年了 大家晚安 新年快樂 新年 穿新衣 啊 謝謝 農民要來的 餐廳晚安華叔晚安秋晚安 Yuna晚安謝謝 德萊克的 一紅牌 謝謝終於的文首 太空晚安 如熱晚安 哈囉俊翔晚安 JC晚安 謝謝小姐的幸運圈子 小阿喜的晚安 小遊戲 晚安 木婷晚安 潤柔晚安 哈囉 可可晚安 謝謝見恨的神容 萬奇露星龍 現在聽到的歌曲是來自 AKB48 TTP的 陳淵 和金米娜所演唱的 中文版的群星 翻唱 這首歌非常的好聽 所以我要當作我2024年的開台曲 耶 希望今年 會是很棒的一年 因為 今年 人家說2023年雖然不太順利 但是2023年的最後有跟粉絲的大家 不管是有來現場 對大小學跑到金門的大家 或是看線上轉播的大家 就是很開心會跟大家一起 倒數跨點 然後 結束這個2023 其實算2023不太順啦 但是 有一個美好的結束 然後2024年也跟大家一起迎接了 就是第一個moment 所以是很好玩也很特別的 經驗 相信今年就是 有這麼好的開始會是棒 剛好就在金門了 而且 說真的比我 預想中來的還多人 蠻驚訝的 因為 當初公布說跨年是在金門 所以我就聽到很多粉絲說 蛤 金門 在外島啊 好像 交通不太方便啊 很遠啊 然後很多人就說可能就沒有辦法來 所以我本來沒有 沒有預期會有這麼多人 所以我也有跟大家說就是 因為我知道機票也不便宜嘛 所以我就跟大家說就是 如果真的 預算有限沒有辦法來也沒有關係 結果那天一到金門說 哇 超多人來接機 對 雖然可能不全然都是米粉 就是 對 但是 還是來了蠻多TP的粉絲 還是覺得很開心 哈囉 哈囉 突不吟吟吟晚安 光太晚安 線上直播也很嗨 哎呀可惜沒有參與到線上直播 謝謝潤柔掌聲鼓勵 兩個Vina的聲音重疊好嗨 好啦我們 我們 等 晚一點再來唱 給大家聽 我要先關網路 不亂我的手機他 對 他不行了 謝謝 天竹鼓的猪猪鳥 新年快樂 大家喜歡這次 新人的表演呢 我自己還 算挺滿意的 哈哈哈 謝謝天竹鼓的猪猪鳥 我們自己 當天表演結束之後啊 回飯店 就迫不及待要看就是今天的 就是當天轉播的那個線上檔 對 就迷迷回去都很晚 然後我們堅持把它看完才睡覺 哈哈哈哈 我們自己看的時候真的是讚讚嘆耶 就是真的是有整齊到耶 那時候大家就說 哦一定要傳給舞蹈老師看 就是我們真的有有在整齊耶 就是我們 在 表演前的最後一期那期是12月29號 然後 然後 那時候練習的時候我們還在 還在 還在雕動作 但是那時候看起來也沒有到很整齊 但是當天的時候我們自己看完 轉播 轉播真的是覺得哇 真的是 很棒 謝謝小的 那這隻牛 欸我剛剛好像有出現說我網路不穩 我好怕我等一下會被關過 如果等一下被關過的話 就是 大家要有心理準備 那我現在這裡是蠻順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 哈囉一場晚安 謝謝阿球四葉草 通常不穩的話一分鐘之後會被關掉 如果一分鐘之後 你們還看得到我就代表我們安全 謝謝阿球的新年快樂 妮娜頭髮變好長了 對啊 我現在頭髮真的蠻長的 如果沒有好好整理的話 會感覺有點 毛躁 但我應該過年前 我會 找潘大師修剪一下 我的頭毛 我好像真的很久沒有留 這麼長的長度 最近其實布丁頭也挺明顯的 但就想說等過年嘛 過年的時候要換穿新衣 帶新毛換一個新的髮型 挺像 想說就等等 再等到二月份吧 就過年的時候 再弄 稍微修剪一下 我的這個 我等她又開始 又開始不聽話了 呃呃 沒電了 我就 好了 她現在就是有很奇怪的那個 有很奇妙的位置 OK 新的一年我會 趕快把這個燈換掉 我是用那個綁頭髮橡皮筋 然後綁住她那個 你知道接觸不良的位置 然後找到微妙的平衡點 然後找到微妙的平衡點 pull it out ok 我很快會換掉她的這個燈 哎 五百多塊 才用了三次都不行 但是因為是網路買的 蝦皮買的沒有保護所以 也沒辦法 希望下一次買的 我不會再買這一家 現在才叫米娜長毛鼠嗎 隨便大家要叫什麼 大家開心就好 好吧我現在真的是蠻長毛的沒有錯 剪短 我自己 我是覺得我短髮留的有點久啦 我在TP 我記得有大概 從三單開始吧 還有兩年 多的時間都是短髮 就有點 因為短髮呢 做的造型比較少 就有點膩了 所以 目前就是留長髮 目前還沒有膩 對我短髮 從三單 三四五 當然都是 短髮 欸 兩年而已 蠻好不止欸 對 所以就 想再留長一陣子 再剪 我自己是蠻喜歡自己短髮的 當然就 因為能做造型比較少嘛 所以 再享受一下長髮的快樂 因為我知道我 剪短之後呢 這很難回去了 LUMA的時候就長了 對啊 因為 LUMA沒上選吧嘛 所以每天都 關在家裡 就很像一個山頂動人 有沒有 就是 閉關之後出來 然後就是 毛都長了 鬍子也長出來了 沒有鬍子 沒有上選吧 就沒什麼工作啊 其實 但是其實選吧成員說 他們自己也沒什麼工作 所以 也沒有什麼好抱怨的 就是 希望新的一年 大家都能夠 工作多多 然後 發大財 共堂開吃了嗎 當天就吃了 然後本來 宵夜有點嘴慘 想要吃 我在金門買了那個 高粱 牛肉乾 沒有吃過 很想要試試看的 結果回家 翻了翻 發現 怎麼都找不到我的牛肉乾 然後我就想了想 完了 該不會是在劉曉晴那吧 然後我就趕快 問劉曉晴說 我的牛肉乾 是在你那呢 然後他說對啊 就是他 一點都沒有 驚訝 他就是很淡 就說對啊 就是 我不知道欸 他可能早 他早就知道 他不跟我說 然後我回家 我回家 吃飽飯之後才發現 嘴餐想吃牛肉乾 外裡肉乾在剝皮 因為我跟曉晴是一起買的 就是 他是四包 五百塊 的樣子 但是 因為我們只是想要 嘗鮮嘛 就想說 那我們就 一人買兩包這樣子 然後好像 就被他帶走了 還好還沒被吃掉 自己沒有買那麼多 也不會亂吃別人的吧 謝謝 對 挺易的紅玫瑰 哎我還想說 對啊我這次 沒有忘記帶東西 我有好好檢查 結果沒想到 還是露了個牛肉乾 我買了原味跟辣味的 因為就是想要試試看哪一種好吃 我現在一直心心念念著我的牛肉乾 喔好想吃高粱牛肉乾 我不知道吃了會不會醉耶 好想吃喔 但是沒有沒有 但是沒有沒有 我這只食物的部分我只買了 我買了牛肉乾跟貢糖 然後還有一個這個 我的IG的限動 有發了 是這個 有金門的這個小圖 小青也有買 小青也有買 小青也有買一盒 這個其實是 高粱醋的果凍 其實當初會買它 完全只是因為 覺得這個樣子很可愛 就買了 對 我根本不care裡面是裝什麼 也稍微有care 但是就是因為這個裝可愛 就是很 很金門的代表啊 就是小房子很可愛 然後它又是高粱醋 高粱醋 所以就是想說 蠻特別的 就試試看 然後打開來 其實裡面 蠻少的耶 裡面沒有很多 裡面大概就 15顆果凍左右吧 然後是長這樣 就是一般那種 你知道 剩插針的那種 果凍 但我覺得就是 就是 我覺得做伴手禮來說還不錯啊 就是挺可愛的 一個不能一口 上面寫說 三歲以下而同 不宜使使利用 老人兒童 須監護下使用 我是兒童 你們現在監護我 我就可以吃 這個是高粱醋的口味 是醋 醋味你們知道醋味吧 很酸很酸 很酸很酸 就像你們去 你們去 飯其他人 花心的時候 我就會聞到醋味 就是我 散發出來的 很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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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粱醋 其實 我也吃不出 跟 一般的 醋有什麼 不同 就是一個 酒 酒的 酒精發酵味 還蠻特別的 我覺得這個還蠻可以買 很適合送禮 因為我平常喝的 就是那種什麼 蘋果醋啊 鳳梨醋什麼的 然後這個就是 就是一個 酒 酒精的那種發酵味 也不是酒精 這是高粱吧 因為我不喝酒 所以我無從評價 但是就蠻 蠻特別蠻香的 很難行喔 真的 但我覺得還不錯 這樣一盒200塊 還蠻特別的 很難行喔 我還蠻醉耶 我還蠻醉耶 最愛你啦 原來裡面還有 十幾顆啦 奶奶明天就會回家了 到時候不用我開口 她自己就會拿來吃了 大家放心 奶奶不會餓到的 不錯 不錯 我要怎麼變油了 哎花刀 金門很多東西都加高粱 對啊 可是因為我不喝酒所以 就只能買這種高粱醋果凍啊 還有什麼高粱牛肉感啊 可惜我沒有吃到 而且這禮拜就不會見到劉曉晴 所以我還是這禮拜就吃不到了 是不是吃油條才變油 哎我真的覺得金門的油條很好吃耶 很好吃耶 就是台灣還有哪裡有這樣子的油條啊 因為我個人我真的是不太愛吃油條 就是 油條就很油 就是 我不喜歡那種油耗味 但是我覺得早餐店的油條真的都好油 就是你放在那邊沒有馬上吃的話 你就會看到那個 紙袋上都是油 或是塑膠袋上都是滿滿的油 我個人真的很不愛 那如果是丟到麻辣鍋裡面的話 就還可以解手 但一般來說我真的不太愛油條 就很油 可是金門的油條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 它是 外酥 內軟的那種 我覺得好特別耶 就很 炸得很蓬鬆 超級好吃 但是因為吃得太大了 根本不可能一個人吃完一條 我不知道要怎麼 形容耶 這個 台北有地方可以吃到嗎 我覺得非常好吃耶 就是 好讚喔 這個我就覺得 自己為什麼食量 那麼小 就是它很好吃 但是我卻吃不下 那個真的很讚耶 好喜歡喔 超好吃的 俊俠晚安 金門的炒泡麵有吃到嗎 沒有耶 因為其實我們 那個 油條跟粥是 好像是 主辦方那邊準備的早餐 然後 晚餐我們也有便當 對 雖然我沒有去逛老街 但因為想說有便當了 所以就 沒有 沒有再特別 買什麼 就是吃一些小吃這樣子 吃飯糰的時候 哎我我我覺得 台式飯糰加油條 超好吃的耶 就是會脆脆的 我就蠻喜歡 可是 台式飯糰真的肉好飽哦 也是都吃不下一個 台灣吃不到 真的很特別耶 好喜歡呢 不然就我自己 我自己學金門油條怎麼做 想吃的時候自己做 那感覺會很 搞乾 為什麼不帶上飛機 就是麻煩喔 因為 伴手禮已經一大袋好重 而且因為我 我媽叫我 從金門買高粱酒回來 那高粱酒這麼大 很重 高粱酒很重 我原本買了一堆伴手禮 都還覺得 都還覺得還好啊 因為肉乾啊 貢糖啊什麼 其實也沒有說多重 然後直到我買了那個高粱酒之後 OMG 我 聽不懂耶 好重喔 我媽也不喝酒 但她說 買給爸爸喝看看這樣 對 因為都難得去金門了嘛 我們家只有爸爸會喝酒 所以想說好吧 就 就幫爸爸買這樣子 過關的時候看到一堆人帶一箱一箱的高粱 金門高粱有這麼厲害喔 因為我不喝酒我不知道 然後那時候去買的時候 我媽也不知道要買什麼 什麼高粱 她就說買高粱酒 然後就一進去店裡面超多種高粱 然後我想說 嘿 你要哪一種啊 根本就搞不清楚 然後 媽媽就說 那你就問賣的人 推薦買什麼 最多人買的就買囉 就是忙買 忙買一波 所以我也很怕買到那種 你知道就是到處都買得到的 所以我那時候買的時候我有問賣的人 然後她就說 像這個其實很多什麼加熱服就有賣了 她說這種就不特別 她就推薦我那個 她說是當地才有外面真的買不到 想說好好好那就這個了 就這個了 有我買的是紅標的 她有說紅標的外面比較買不到 對 對 罐滿 呃 四百五 四百五賣一罐而已 因為 就 爸爸一個人喝而已嘛 而且 要我再買多 我也提不動了 瓶子有不一樣嗎 不一樣 我買的那個 就是 包裝還蠻漂亮的 她說 送人也可以啊 然後我說沒有啦 就是家人要的這樣 要繼續啊 沒有啊 我媽媽她說她之後 來台灣玩 的話 再帶給爸爸就好了 因為 酒反正 可以放嘛 越沉越香啊 不急的 爸爸十年以後才來到台灣裡澳門那麼近 台灣裡澳門那麼近有什麼好十年才能拿了 這搭飛機也不會兩個小時不到的事情 去金門也一個多小時啊 去金門也一個多小時啊 所以我這次我就買了 買了高粱酒牛肉乾還有 貢糖跟活動 然後 還有我最我最滿意的就是我那個 風師爺的胡椒罐還有胡椒 等一下拿給你們看 而且不是我們那個活動表演現場有抽獎 是不是有粉絲抽 有抽中 一整箱的高粱酒啊 是誰是誰抽到了 是誰是誰抽到了 十二瓶要怎麼帶啊十二瓶可以 可以手提回去嗎 來 謝謝Alfer的冰晶 超大一樣賺爛 對啊那機票錢 都都划算了 當場分給粉絲 啊你們直接 直接喝掉哦 那不醉了嗎 來 感覺好開心哦 就是大家拿跨碗年然後 吃點宵夜什麼 然後配金門高粱 好開心的感覺 可惜我不會喝酒 喝不完 喝不完哦 高粱一次 不能 不能喝完一瓶的嗎 高粱是不能直接喝的東西 當場喝不能回去 為什麼 搭飛機又不會抓酒駕 搭飛機有說不能喝酒嗎 幾杯就差不多了 真的哦所以 所以 所以高粱酒一次只能喝 這樣一小杯像那種 喝藥水的那種一次就是多少了 30末 啤酒3.5哦有差這麼多哦 所以一次只能喝一一小杯這樣子 可是是可以 是可以直接喝的 就是沒有說一定要 調酒稀釋什麼的 哈哈哈哈哈哈 沒辦法去機場 哦原來原來是這樣 哦 我現在才走58度 是這個意思 所以一般的啤酒是3.5度 所以高粱是 十幾倍這樣 哦 原來是這樣 我只有喝過 水果酒而已 我一直不知道 我一直不知道 金門58度是什麼意思 原來是指那個 酒精 酒精 啤數 我 我不知道啊 度數再高就可以消毒 消毒是要 消毒酒精 要幾度啊 酒精95 那還是差滿多了 好可怕耶 好可怕耶 好像在喝酒精 那一打也太多了吧 一打要喝到什麼時候啊 所以感覺好像 沒有 沒有買很多 沒有買很多 一生都不要喝藥 我不知道我這輩子有沒有機會喝高粱 但我覺得我應該不行耶 因為我沒有在喝酒的人 我喝的話 我喝的話應該 不知道耶 會吐出來來浪費的 還要買 共糖 我去拿我的共糖 還有那個 那個什麼東西啊 風濕也 共糖 其實我不知道 哪一家比較好吃 我們那時候只是隨便 進去一家 半手禮店 然後就大掃購 把裡面想買的都買了 我買的這個是 叫做豬腳共糖 其實我記得很小的時候 有吃過 豬腳共糖 但是很久沒吃我其實忘記 為什麼豬腳共糖叫豬腳共糖 我只記得我小時候喜歡吃豬腳共糖 我記得一般的共糖不好吃 就是很甜 所以我 我買了兩包 豬腳共糖 然後一包原味的送給鄰居 本來 一包也要送給 就是 送我一大袋丸子的那個鄰居阿姨 然後我回家的時候 我就跟我媽媽 說 去金門我有買了三包共糖 想說分 分給鄰居 然後自己留一包 這樣 我買了三包 然後想說自己留一包 另外兩包分 結果 還好我只先給了一個鄰居 因為另外一個鄰居就是 住比較遠一點 我就想說 之後再拿給他 結果還好還沒給 因為我一問 我媽媽就說 你那個鄰居阿姨 他先生就是金門人 然後我就 我說那 那還要送嗎 他說不用啦 人家老家就是金門 然後就 還好還沒送 送一個金門人 金門共糖 搞不好送了人家想說 唉呦這家不好吃 你要吃哪一家之類的 對所以我現在 我現在有兩包豬腳公糖 我現在有兩包豬腳公糖 問老闆娘我們買了什麼 居然不見 怎麼可能記得我們 十幾個人都買不同東西 記得就是厲害了 人家伴手禮的 老闆 跟早餐店的阿姨可不一樣啊 早餐店的阿姨 記性質真的很厲害 伴手禮的就別為難阿姨 怎麼辦 然後我 我當天就很期待的吃 因為我牛肉乾吃不到嘛 所以我就只能吃這個 豬腳公糖 然後我一吃我才想起 啊為什麼 是豬腳公糖 就是 就是因為 它等於就是說 有肥肉跟瘦肉 的部分 就是它這個是素食沒有錯 但是就是它是 公糖的 公糖的外面還有再多裹一層 就是 那個要叫做什麼 麥芽糖 對 公糖加麥芽糖 所以它叫豬腳公糖 所以吃起來就不會那麼甜膩 就是 比較有口感的變化 所以我自己 我自己是很喜歡 豬腳公糖 你們有 鼻子突然有點癢 你們有買貢糖嗎 吃給你們看 打開 就是這樣見 就是 嗯 裡面是貢糖 外面就是一層QQ的麥芽糖 這個很好吃喔 但是也 蠻甜的 不可以吃太多 好像花生糖 對啊 我本來有想要買其他口味 可是 我記得豬腳是很好吃 所以還是買了兩包 豬腳的 我好期待牛肉感喔 吃給你們看 開動 又是 又是 耶 1 5 3 1 2 3 3 5 5 3 有嗎? 我沒看到 他會黏著 可能 問老家在金門的鄰居阿姨 他可能不知道買哪一家比較不會黏牙 我現在這裡 都是賣牙 可是很好吃 這個要慢慢吃不然會野倒 如果單吃貢糖的話很乾 但是加了賣牙的話就不會那麼乾 有不黏牙的賣牙糖應該有吧 像牛肝糖 也有不黏牙的 好黏喔 放心我的牙齒沒有被黏下來 我有跟你們講過嗎 我小時候換牙的時候吃海豬 然後吃吃我的牙齒就黏下來了 後來我好長一段時間我都不敢吃海豬 童年陰陰 就是你吃糖果哇吃得好開心喔 那種的時候 咬到什麼音樂 我的牙齒 超可怕的 我真的好久都不敢吃海豬 超可怕的 雖然有點可怕 但是這樣換牙其實也蠻快樂的 不然每次換牙的時候都 就是給醫生把也很可怕 然後爸媽把也很可怕 也是 就吃個糖牙就掉了 我好像 我好像有一陣子 覺得這樣還不錯 就是我牙齒在咬的時候 然後我媽就說 來媽媽幫你看一下牙齒有沒有咬 說不用 我去吃個海豬 我這樣吃牙齒就是這樣掉下來 因為小時候很怕看牙一眼 所以能不看就不看 想說 反正牙齒快掉了 去吃個海豬 直接幫我捏下來 因為可怕的原因是什麼 可怕的原因是因為 你當下 完全沒有心理準備 然後你突然就 咬到硬硬的東西 可是我後來 我有一段時間都不敢吃海豬 可是我後來調整心態之後 我就想說 欸 對 往好處想的話 我這樣就不用 不用看牙醫 也不用給爸媽拔牙了啦 所以就是在有心理準備狀態 我就會牙快已經很搖了 然後我就吃海豬 然後就一邊搖一邊想 就是注意有沒有掉下來 可是後來就好像 有點忘記好像後來都沒有很成功掉下來 我很愛吃糖 我小時候超愛吃糖的 所以我牙齒沒有很好啊 我有很多蛀牙 因為小時候 不太 刷牙比較隨便吧 不太知道正確要怎麼 刷 小時候都很愛偷懶就是 刷牙的時候就是 覺得有刷就好了 小時候會覺得 嘴巴如果有那個牙膏的味 味道就是有刷 然後就好了 可是 像那種什麼舊齒啊 就是 裡面那些其實都沒有刷很乾淨 所以我 有一些 有好幾顆蛀牙都是在裡面 就是小時候 都亂刷沒有刷乾淨 所以 如果我以後有小孩的話 我一定 會跟他一起刷牙 就是 告訴他說裡面一定要刷乾淨 因為小時候真的就是 只有刷前面而已 那邊沒有蛀牙 可是裡面都刷不乾淨 因為也沒有人跟我講 裡面要怎麼 以前也沒有用什麼牙線的習慣 然後 小時候真的都亂刷一通 然後等蛀牙就 一定來不及了 小時候這個 觀念不太正確 補一下口紅 今天用的也是最愛的2號 OMG 太好看了吧 謝謝土司傑的豬豬牛 漂亮 真的是現在的第一人 對胡椒罐大家期待的胡椒罐 這個威君的啾啾牛 我跟大家分享我買的胡椒 這個大包的比較便宜 大包的120克100塊 讚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這個 我平常都吃的蠻辣的 然後如果沒有吃辣的時候 我都是胡椒加很多 胡椒對我來說不是辣 但是對我來說胡椒是很清淡的東西 因為這家店去的時候看就是蠻多人的 就想說應該是厲害的店 所以我去金門我第一家買的東西居然是胡椒 就一經過想說這家店怎麼排那麼多人 看起來有點厲害喔 所以我就買了 胡椒很鹹 胡椒不會鹹啊 胡椒不鹹啊 會鹹是胡椒鹽吧 胡椒本身沒有鹹味啊 然後我買的是這個 金門風屍爺的胡椒罐 然後因為我那時候看了好久喔 就是 因為它有兩種顏色 一個是金色的 一個是石頭色 兩個顏色都好可愛 那時候看了好久 我真的決定不出來要買哪一個 所以我最後就都買了 反正也不貴一個一百塊而已 很可以賣耶大家 這個真的很可愛 因為我那時候就對我無法決定 所以我就都買了 我想說反正對啊 就難得去嘛 就都買了 然後回家很開心跟我媽媽分享說 這個超可愛的 我就說如果你想要可以分你一個 他從哪裡撒胡椒頭上啊 你們有看到他頭上有洞嗎 紅獅爺的頭上有洞 這樣子啊 會不會很不近啊 竟然趕在風獅爺頭上開洞 就來洞這個 就把這個胡椒粉倒進去 底下這邊 底下這邊可以開洞 這裡倒進去 然後就可以從頭上這樣灑出來 這真的很Q欸 不覺得很可愛嗎 然後我買了 反正我就各種 我就分享 我也分享給奶奶 我說是不是很可愛 結果你知道 奶奶說 爺爺也想要 你看 還好買了兩個 對不對 真大熱門耶 我真的買兩個是買太少了 這搞不好送給鄰居阿姨也會喜歡 真的很可愛 我又停電了 我又停電了 C'mon 正座 不會放牙籤吧 其實要放牙籤好像也是可以耶 放牙籤好像 這個寬度好像maybe可能可以耶 但他就是胡椒罐幹嘛要拿胡椒罐放牙籤啦 但真的好像不是不行耶 好像真的不是不行耶 我再考慮看看 好像可以耶 謝謝你們的那個idea 那他的洞其實看起來還蠻大的 但不確定可不可以 或是有的比較細的可能才可以 他洞其實算大的 他胡椒粉的時候會不會從頭跑出來 對耶 對耶 好像有點克難 這是我要一邊手堵住這個洞嘛 然後一邊這樣倒 好像也還行啦 用手指壓一下就行了 這真的很可愛耶 而且這個應該外面買不到吧 超可愛 這兩針放在那邊很吉祥耶 好可愛喔 這一個才100塊而已 超可以買的 對 只是我真的 因為我完全沒有做任何的功課 對 我沒想到我去金門 就是買的第一個東西是 胡椒罐跟胡椒 而且那間店只有我 只有我買了 這個東西 就其他人經過就想說 胡椒什麼東西 就大家可能就想買一些特產伴手禮 然後就只有我說 欸我想買這個耶 對只有我買 只有我買 這個胡椒罐還有胡椒 其他人就沒有興趣 哈哈 好像真的怪人 可是我看到我覺得很可愛啊 真的很可愛耶 是家庭主婦看到 會很喜歡的東西耶 那個小朋友 小朋友不懂 小朋友 真的很可愛 好趕快把它收好 非常之可愛 所以老闆 人也非常的親切 是一個爺爺 很實用啊 拿起來都想要用轉 風獅爺如果可以頭轉的話 那也是 蠻厲害的 風獅爺頭轉 真的蠻厲害的耶 但我平常用的胡椒罐 也都是 也都是 用 就是 這樣子殺的 除非是那種 什麼黑胡椒 出力的那種 才會是用 轉的 那一般的話 都是直接殺的 對我來說是 實用的 然後金門的這個胡椒 我還沒有吃過 因為我還沒有使用 我想要就是到時候 你知道就是把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風獅爺的 罐子跟這個 就是一個組合機 一起使用 所以我自己還沒有用過 那感覺很厲害耶 就是像大家平常喝豆漿 可是你去買那種 一般超市賣的豆漿 一般超市賣的豆漿 跟那種 有些地方賣那種 現磨豆漿 喝起來我完全 不一樣耶 所以我就蠻好 這個胡椒應該也是 就是跟 因為我平常也都是在 那種超市買那種 一小罐一小罐的 胡椒 因為這個胡椒粉很厲害 就它是 蜜蜂 夾電帶蜜蜂的對不對 可是 我那種買完之後 我就一直聞到胡椒耶 超重 好香喔 它好香喔 我覺得它應該是 比一般的 應該會比我一般超市買的 胡椒粉再辣一點 它聞起來好香 我還沒有嘗過 有吃過之後再跟你們分享 因為我平常 對我平常 煮湯啊什麼的 胡椒放超多 然後每次奶奶都說 你是在吃胡椒喔 你是在喝胡椒湯啊 但這個的話 也許我可以胡椒的用量 減少 就它可能只需要一點點 就夠辣了 我下次有煮過的話 再告訴大家 我再跟大家分享 欸我燈是怎樣 它一直 一閃一閃亮晶晶耶 這個是齁 這時候我在兜粉跟你們分享 謝謝阿秋的行李箱啊 謝謝季方亮的身容 所以是一包粉喔 對啊 不然 不然是什麼 不然是什麼 我的燈 它很不清 哇 吸一碗 吸一碗 我拔掉一個 插座看會不會 好一點 吸一碗 吸一碗 停電了 接下來的 王冠 我沒有 我失去了光 我失去了光 哈囉 哇 哇 哇 它現在只有黃光 喔呦 不過很討厭你 啊 放開 哼 很討厭 你們 謝謝圖 威愛麥克風 这个灯 对我要找一下那个角度 我好像好像被蚊子咬 好痒 谢谢拖威威的快乐星球 感觉是在开记者会一直拍张 不要拍了不要拍了 金门的风有吓到米娜吗 我是见过什么大风大浪的人 区区金门的风怎能吓到我是吧 我金门 金门的舞台真的是很大 然后那一天 那一天晚上其实还蛮凉的 风很大就是没有风的时候还好 但风吹过的时候真的蛮冷的 不过我这次有做好保暖测试 所以没有什么感觉很冷 对 我还好因为你们知道那一天 虽然你们看我是穿着那个制服嘛 但是呢 你们以为制服就只有 就只有那个连绳裙跟外套两件而已吗 no no 有 你知道我那天穿了几件衣服吗 我那天 我那天总共总共 好啦给你们猜一下 发热是必须的好不好 哇哦 等一下八件我还这辈子没穿过 八件要怎么穿在身上 好公布 答案 我现在怎么穿了 五件 五件 五件还合理吧 就是因为我知道天气很冷 就是我最里面是先穿了 发热衣 长袖的那种发热衣 然后 然后再穿了一个就是 铺毛的背型 就是整件都是毛的 然后再套上 再套多一件 衬衫 然后才是那个 才是那个 连绳裙 最后是外套 所以 虽然看起来是这样子 但我其实穿了五件 然后还有 加上是湿袜 湿袜就是多少能够 挡点封这样子 对 然后长靴也能挡封啦 就还好那套就是 里面挺能塞的 然后 加上长靴 所以其实并没有到很冷 对 对就是 衣服穿好穿完 我不说你们看不出来里面有穿五件吧 其他成员好像没有穿我这么多 那时候 那时候我说 我穿完发热衣 我还要再穿一件刷毛背型 他们都说我疯了 他们就说你等一下跳舞 我会热了死 然后说不会啦 保暖比较重要 我宁可 热我也不要让自己冷到嘛 结果果不体然 就是 我不是说我穿五件真的是刚刚好 这个是刚刚好 平常公演都松松的吗 平常公演 因为发热衣 其实也 发热衣跟背心也 算挺薄的吧 不过制服本身也不会做到完全贴合神型 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 制服是要 就是成员是 很多都需要共穿的 所以有时候也不会 也不会说完全 改到那么合 对 反正我 我完全是可以塞的啦 虽然把背心蛮厚的 但是就是背心啊 所以其实我觉得 手的这一块没有 就这一块没有太多衣物干扰 其实是不太会影响跳舞的 真的蛮冷的欸 就是 金门的那个风很大 如果没有风出来 吹过来的话就还好 但有风的话就很冷 所以我觉得穿五件真的是刚刚好 诶那天呢 那个主持人木木啊 就是 他已经整个 整个 倒上没有声音了 就是 然后他 他好像回去之后也是感冒 就是 真的 我觉得跨年啊 大家都蛮辛苦的 就是特别女艺人啊 就是 你看阿福穿着那个 哇 穿着那个小 小礼服 看起来超级单薄的 我就是看都觉得好冷喔 只是女明星真的是 很敬业 对 我的话 能 能保暖就保暖 对 阳光剧场真的是最冷的一次 我真的觉得经历过阳光剧场之后 我好像 就没有像以前那么怕冷 阳光剧场真的是最冷的一次 可是我好像阳光剧场结束之后 我好像我也没有因此感冒耶 如果是 以前的我 一定回去就感冒 但是 意外的就是 就是 就是 可能长大的抵抗力比较好 或者是 我不知道 可能 平常 我不知道跟保健食品有没有关系 或者是因为当辣妹当酒了 你知道就不怕冷了 因为我感冒的话都会好 就差会好 所以就希望自己就是 能穿暖就穿暖 不要感冒 但 工作的话就是 尽量 但我很庆幸这两次 我都没有因此而感冒 然后这次 这次表演比较 比较不一样的是 跳了 两首好久没有表演过的歌 一首是Love修行 一首是看见夕阳了吗 这两首歌真的都 平常好少有机会 表演 特别是Love修行 我自己 印象中 我好像真的没跳过几次耶 好陌生喔 我有跳过Love修行吗 我有表演过这首歌吗 我甚至没有印象耶 我甚至没有印象耶 对你们有看过我跳Love修行吗 一次而已吗 我自己一直在想 我想说 那时候说跨年啊 跳Love修行 我想说 哦好陌生的一首歌 我想说好陌生喔 我开始回想说我有跳过吗 我想回想不起来 我只记得 很久以前的那个 mini concert的时期 可能有跳过几次吗 但我真的没有印象了 我不知道耶 演唱 我真的 这首歌我应该有两三年没有跳过 但两三年前 这首歌也是给飞选拔跳的 所以我好像 我真的没有印象耶 我连mini concert都没有跳过 是我有表演过Love修行吗 我有表演过Love修行吗 我有表演过Love修行吗 资深 资深老米粉们 有印象我有表演过这首歌 因为我自己真的想不起来耶 是 嗯 如果mini concert没有的话 那我就是没有表演过这首歌咯 我只记得 以前有练习过 这首歌 但是那个练习 就只是练习而已 就是 随便排了一个位置 练习 走过 几次位置而已 但是因为 这首歌就是给研究生的 所以我后来几乎就没有跳过这首歌了 所以这次就觉得 好陌生的一首歌 超级久没有跳的 mini concert的时候好像是Sakura Sakura比较常跳这首歌 每个人的印象都不一样 我真的不记得 我到底有没有跳过这首歌啊 大部分都没印象 我自己也没有印象耶 因为mini concert我记得是Sakura在跳Love修行的 某次的演唱会 演唱会有跳过吗 我真的没有印象耶 不记得 完全很陌生 可能没有跳过 我可能真的没有跳过这首歌 或是可能有跳过 但是就最多一次两次 不会超过了 对 就是大家真的对着我歌 好陌生喔 我也觉得好陌生喔 对啊明明歌词里面就有我的名字 对不对 终于 终于这次我唱到了第一句 不能质疑 对 可是唱的时候觉得好好笑 对吧 詩雅的演唱会 有跳过 詩雅的演唱会 不是我跳 不是我跳 詩雅演唱会我没有跳过 因为如果詩雅的演唱会有跳过 我不会这么陌生 我真的有两三年没有跳这首歌 对 所以我可能 如果 因为有人记得的是 詩雅演唱会有跳的话 我可以保证我 詩雅演唱会没有跳这首歌 我真的有两三年以上没有跳 所以如果连这个都没有的话 那我真的是第一次跳 LOVE休息耶 对我终于唱到不能质疑了 等了这么多年 终于 终于唱到了这句啊 对反正是挺陌生的一首歌 对 我自己就一直在想说以前 mini con 时期的时候到底 有没有跳过 但也太久了 想不起来 所以这次 对算是为了跨年的表演 特别练了这一首 就是 好像大家很熟悉 但我其实 原来从来没有表演过的一首歌 对就是 对都练了 希望以后 常常有机会表演这首歌 这首歌真的蛮好听的 然后看见夕阳了吗 也是好久没有表演的一首歌 因为是三单的歌曲 现在都已经出到七单了 但我觉得用看见夕阳了吗 来做2023的结尾也蛮适合的 就是你知道 2023的结尾 我们看见了夕阳 很快的我们一起迎接 2024 我们要看见黎明了 这是一个美好的开始 所以我觉得用夕阳做结尾 再好不过了 对 对因为夕阳不是嗨歌 所以平常 我们出去外面表演 就是厂商啊 或是主办方啊 都会希望就是 能够炒热现场气氛的歌 所以夕阳真的蛮少机会表演到的 但我觉得作为跨年的最后一首歌曲 做2023的结尾 对还蛮适合的 樱花瓣 樱花瓣 樱花瓣的话 应该算是 AKB很代表的一首歌曲啊 就如果是AKB老范的话 就是樱花瓣会比夕阳再更耳熟能详一些 七丹会不会从我们表演最少的单曲欸 那肯定是啦 七丹就只有表演过一次而已耶 就是拍完MV以来 只有在那个 公演出屁肉过一次 然后就没有了 真的就没有了耶 我的音乐怎么没有了 等到是放完了 不知道为什么穿 已经翻到记录了是不是 LOVE修行 2019年12月1号跳过一次 是什么活动 2019吗 2019吗 也太久了吧 等一下 等一下 2019 12月1号是什么活动啊 是什么活动 我好好奇喔 等一下 2019 2021 22 23 我四年没跳LOVE修行 好久喔 四年耶 超久耶 mini cone的正式生产 哇哦 四年了 那我 我觉得我现在学舞蹈算是蛮快的 我现在学舞蹈算是蛮快的 我这次重新学LOVE修行 其实没有花 因为它以前 就我以前 大家都知道我学舞很慢 学一首歌的话 就是要花好 好几天 一个礼拜以上的时间 但我这次的话 就是 自己八五八一八 其实 就 没有花我很多时间 现在大概一两天就能够 八完 唤醒沉睡的记忆队 但因为很久以前有跳过 肯定也有关系 所以我那么久以前跳过 四年 四年前耶 四年多前 2019好久耶 我记得 我那个时候就是在那个 最边边的位置 最边边的 我突然想到最近 不是翻唱了那个 《群青》这首歌嘛 然后 最后一段的歌词 就有写到说 我不再是当初那个 透明的自己 然后我就一直想到自己 真的以前就是 在正式声 的场里面 我永远都是在最边边角落的 那一个小透明 因为我真的 跳舞跳得太差了 只是 但是我又身为正式声 所以 我就只能被排在那种 边边角角的位置 因为我如果在中间 跳不好 这太明显了嘛 又跟不上大家 然后到现在就是 慢慢的站位有 越来越前面了 所以原来我上次跳LOVE修行 是四年多前 2019的事情 我记得我那时候的站位 因为我们有考古影片嘛 那时候的我就是在 最 最边边角角的 的那一个位置 现在 现在 不是当初的那个小透明 虽然说 要 要 要 站西可能对我来说 还 有一点 还 有一点困难 但是 但是 就是 经过这么多年 就是有慢慢的在前进 都是好事 对 然后 真的很谢谢就是 对就是金门跨年有那么多粉丝来 看我们 虽然虽然对我真的 我真的很难看 我就是 我这几天都 因为大家知道我前一天 前一天就是为了发这个Cover歌曲 然后我就是凌晨五点才睡觉 所以我其实 前几天都是一个睡眠不足的状态 然后去了金门 所以我就 对 都没有什么化妆 没什么打理 而且不是你们知道吗 那时候发群主 发群 姐姐发群主公告就说 请大家当天就是不要化妆来 因为我们晚上才要表演 就是担心我们会脱妆 所以就叫大家请不要化妆过来 请素颜 但是 如果 如果 真的要化的话就化一点淡妆 然后我那时候想说 姐姐姐都说不要化妆了 那 我当然就是 就是素颜曲就一去 一去 对先说 那天早上发生的插曲就是 我跟你们讲 奶奶跟我说 我们是在松山机场飞吗 然后 我就说松山机场要怎么去啊 然后奶奶就说 现在捷运很方便啊 你坐到松山这样 就是了 然后我就说 哦 是哦 然后我就也没有特别去查 然后就会 我就知道当天 是奶奶跟我说 她真的跟我说松山站 我 我回来我要找奶奶算账 她跟我说松山站 然后 结果我那天去的时候 我就在群主的时候 然后就是 有些人就很找到嘛 然后就问说 诶是在这个地方吗 然后哪里哪里 然后就是我自己到了之后 然后我就想一越看一越不对 我想说 诶 难道我 有没有可能是 我有没有可能是 错站 因为我就想到桃园机场 是有 就是专属的那个 就是 集结嘛 我就想难道松山机场 也有吗 然后我就很紧张 然后就是 那时候已经 快要到集合时间了 大概剩四五分钟吧 然后 我就赶快 在结果上查 松山机场是哪一站 然后突然就 oh my god 真的有一站叫做松 请即时充电 然后我就发现 oh my god 真的有一站叫做松山机场 然后因为我那时候是 搭绿线网 我要充电了啦 我已经充了 进入南洋 连接成功 我想要哪里 对 反正我那时候就从绿线到 然后想说oh my god 原来有一站是松山机场 我第一次到有松山机场这个站 我根本不知道有松山机场这个站 但是 还好就是 松山站 他离松山机场 不算远 就是我那时候就马上从绿线搭回来 然后就到那个什么 文湖县 然后再转 就差不多 就差不多十分钟 就到了 所以就晚一点 你就还好 就是万一说松山站跟松山机场 根本就是你知道 同一个名字隔超远的那种 我就真的完蛋 对就还好 还好他十分钟而已 我真的快吓死了 oh my god 没有看捷运站 我捷运站有说是不是 就是 我不知道 我就不太会认入 所以我那时候问奶奶 奶奶跟我说达到松山站 所以我就 我就想说 就是也不宜有他 因为我根本不知道 有松山机场 这一个站 真的是吓死我了 就是 我很相信奶奶耶 对 是我自己 是我自己本 就真的还好 这两个站没有离很远 不好就完蛋了 oh my god 我真的是 我那时候真的快吓死 我想说oh my god 2023的 就是已经够糟了 然后最后一天我还在搞这种飞机 就是 我真的很对不起大家 就是大家是等我一个 而且我那天本来就是素颜 我就原本就没打算化妆 然后我就很急急忙忙的去 然后就是 你知道已经一紧张 然后又怕大家等 然后就是一边 出了结果站就一边跑一边跑 而且我又怕我找不到什么航下 然后就是 全身都是汗都是 超热的 然后就 赶快赶过去 然后 就素颜天才很狼狈 然后就 一去 大家居然给我化妆 姐姐明明公告上就说 大家不要化妆 因为晚上才比方 怕大家会脱妆 结果 结果大家 为什么一大早都化好妆了 姐姐明明公告说 大家不要化妆 如果 真的想化的话 可以化给她 然后她就给我全妆来 我什么 就是我 我被骗吗 就是 也没有大家都全妆 像 凌凌 翁翁 竹竹 也没有化 但是 就是 我就觉得 为什么 姐姐明明公告说 大家不要化妆 然后我就想 姐姐说不化妆 不好 就一来 为什么大家化正妆 就是 想说只有 没有Mina这种笨蛋的 要相信那个公告 是不是 烹雾不会不能戴上去啊 我都出国几次 我每次出国都会戴 发胶 发胶的 同学说不读书 你信 我就 就真信了 我真是太单纯了 不过没关系 有人陪我 就还行 就至少不是只有我一个素颜 其他九个全妆 这样我真的 我会直接在飞机上 我好像 好了我也不会 我就 我就没打算化 其实 因为晚上表演的话 我如果太早化 因为我皮肤我很容易干 然后我干的话 就会脱皮 所以 一大早几何的话 我就 我平常公演的话 我一大早我也不喜欢化妆 就是 我不知道 就是一大早化 我就是很容易干 我皮肤还蛮干的 特别是冬天 所以 而且一干的话 有时候就容易 脱皮过敏啊 泛红什么的 所以我 早上 就是如果晚上才要表演 我不会一大早 就化 所以我就想说 反正 就是也 也没差啦 就是 我其实对 我不太建议大家 看到我的素颜 因为 也不是没有看过啦 那就是 没有很好看 就是对 就是相 相比之下 没有很好看 而且特别是彩排的时候 OMG 我原本其实有想说 就是 原本我们预计 就是会先回饭店休息一下 然后再出发去彩排 但是因为好像有稍微 delay到 所以我们到饭店之后 就是放完东西 马上就要赶去彩排了 所以我根本没有时间 就是 我本来想说到那边再化妆 再去彩排 就完全没有时间 所以就是放了东西 马上就去彩排了 然后就 我连头发 都来不及放 然后就上去 那个风 就是 我知道风很大 所以我就已经 我也没时间弄我的刘海 所以我就 我直接就是用夹子把它夹上去 就是 就是 我做好风很大的准备了 对 然后我真的是 我真的是四天无敌处 就是 有头发稍微遮一下 就可能还好 可是那时候是真的OMG 就是 那个风 我 我没有修容 然后我整个就是 哇 我是长这样子 我在 你们就看到一颗球在台上 滚来滚去 这个OMG 这个真的好难看喔 我本来想说 风很大 我要把头发稍微扎一下 就我也没有 就来不及 就是马上就 就赶过去 然后我这个是一个世界无敌树的 在那边 所以大家这个是 我 我真的 我很抱歉 如果大家就是期待彩排 可以拍到一些什么很漂亮的饭拍 就是我很抱歉 我这么难看 没有什么人敢发 对我真的 我到现在没有看到有人发彩排 我真的很抱歉 就是 但我之前就有说过了嘛 我就说你们那么早 就是来接什么上班路什么 可是我都还没化好妆 就是你们这样子来 也拍不到什么好照片啊 就是你们还要那么早来嘛 然后我当时我在直播询问 然后我得到大家的回答是说 哦不会啊 就是素颜也有素颜的那个好看啊 跟平常不一样 平常看全装就是太多了 就偶尔看一下不一样 就是这样子 可是我那天就是超级素 而且我跟你们说 我跟你们说 就是 这样来说我这么素 对不对 我素颜的时候我通常会带个帽子 就是因为头发没有整理 然后没有化妆 我就会带个帽子 遮挡一下 结果那天我出门的时候 我真的是怎么找都找不到我的帽子耶 然后结果呢 直到我看到奶奶发她出游的照片 然后我就问她 诶 奶奶你戴的这该不会是我的帽子吧 我奶奶真的出门前 我就是 出门早上已经就是很早起了 然后就是很怕会迟到 然后我出门就怎么样都找不到我的那一顶 就是白色的那个渔夫毛毛帽 我找超久 然后我快找不到 我就索性算了 我就不戴帽子出门了 然后结果 我看到奶奶开心出游 耶 她出去玩 然后结果戴着 我就说这是我的帽子 然后她就说 难道会是我的 然后我就说 可恶 因为我上次去台中 看音乐记的时候 我就是 没有经过奶奶同意穿了她那件毛毛背心 然后 我就也是很开心的po了照片 然后 那时候奶奶也是看到照片就说 这件又不是我的吗 然后我当下我就很 很白目的回她 难道会是我的 然后结果 这次她就用一样的话回击我 你们知道吗 然后觉得 可恶 然后她就很得意说 以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 然后就觉得可恶啊 原来这就是这种感觉吗 OK 是我活该 是我活该 用我的魔法打败我 干嘛自己配件不买对 不是 因为就两姐妹我们身型也差不多 所以有时候就你知道 衣服啊 配件啊 什么就是 互相可以共用这样子 然后只是偏偏就是 她要穿那件衣服的时候被我穿著 我要戴那顶帽子的时候 我平常也没有戴 但就那天我就想说 怕会冷嘛 然后又没有整理头发啊 没有化妆我们就戴个帽子 结果怎么样都找不到 你们懂吗 而且我那天就是 非得戴那顶帽子 我虽然有其他顶帽子 但是就是 我那天就是想要戴那顶帽子啊 就跟我 之前想要戴那个熊熊的围巾的时候 我怎么样都找不到 我最后就不戴围巾 气死了 对 所以我那天就很熟 因为我找不到我的帽子 但这个是 对我活该 这个是那个因果轮回 现世报啊 而且我就突然理解到 这句话有多白目啊 就是 你怎么样我找不到你的某件衣服 然后你看到他很开心出友照片 你问他说 这是我的衣服吗 然后对方回你 难道是我的 这一不理所当然的样子 有什么事情 我真的是 好 我真的是活该 对后来灵异借了我 他的帽子 因为我真的太素了 我真的太难看了 我手机会没电了 我想 我需要充个电 这蓝应该有充那么快吗 我有种不是很好的预感 我去拿另外一个充电头 我去拿另外一个充电头过来 你们等我一下 OK I'm back 充个电 没充电 没充进去耶 对别人讲的时候很爽 但是被别人家讲就很不爽 我是不会不爽啦 但是因为就是我自己造的孽 所以我承担啦 我是觉得蛮好笑的啦 因为其实 我跟你讲 对朋友真的不能讲这种话 但是因为对 就是我跟奶奶是这种关系 我们两个本来就是欢喜原家 所以我们可以讲这种话 跟别人真的不行 会被揍 谢谢熊熊的啾啾鸟 好 谢谢品牌的缘分相遇 欸 我的电怎么充不进去啊 我插错了 等一下 你们有看到吗 我在冲什么东西 我刚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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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里你看 因为这里太多线了 我刚才 这里太多线 然后我刚才一直看这里 有一个USB头 我就插下去 然后 我还插了两次 然后 我怎么都没反应 没有 我插到这什么线 这个是别条 别条线 我插错了 我刚才想说 奇哥你怎么充不进去 我还在重插一次 这边 原来是我插错了 插错了头了 我哪一天会被自己分数 对 我也 好笨 怎么办 我2014的第一次直播 我要被自己分数了 shocks 需要 Tiger小刚告白7囚 以为电器坏掉 所以我根本没差点 真的是 笨事還真不少 對啊 每天都有 笨事發生 怎麼會這樣子 而且像那天 就是 我們在飯店裡面的時候 也是 就是我不知道耶 我好像 我不知道是因為我就是 那幾天都睡眠不足 所以注意力比較不集中 還是真的是因為我前陣子 是聽太多金屬 你知道每次大家在講話喔 我都 是 我都聽不到耶 就是 我可能會隔了 十分鐘然後我再問了一個問題 然後他們說 這剛剛不是講了嗎 就是我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常常會 我雖然我以前就有這個問題 就是我明明在現場 可是大家在講的話 我都 我都聽不到 然後會隔幾分鐘再問一次 我都 我就很納悶耶 就是我明明就在現場 為什麼大家講話我會 所以 我會沒有聽到呢 就是我那時候 那個時候我到底在幹嘛 就是我明明就在 我為什麼沒有聽到 我就 我有在放空嗎 還是 我覺得我很清醒啊 其實我不知道耶 為什麼大家都有聽到 然後只有我一個人沒有聽到 就是很 很離奇耶 可是我就一直在思考 我到底是對我是放空 還是因為我聽太多金屬 我前陣子真的聽到好多金屬 就是 不知道耶 我是耳朵不好耶 是腦的問題 有聽了但不懂 我不知道啊 就是 我每次都跟不到 大家的話題 不知道啊 看到接機有嚇到嗎 蠻驚喜的 就沒想到有那麼多人 來接機 就真的比我想像中多好多好多 大腦會自動省略沒有意義的東西 什麼 哪有沒有意義 就是姐姐講的都是 重要的事情 就比如說等一下幾點集合 什麼什麼 然後我名都在 然後我都沒聽到 成員的聊天話題也很重要啊 不然我每次都 參與不進去耶 因為都 沒有聽到 謝謝國賓的神容 林一怕搭飛機嗎 我記得之前去上海的時候 上海跟泰國的時候 我都記得林一是一個很怕搭飛機的人 然後 這次就是 其實機票是隨機分的 然後 然後林一剛好坐我旁邊 然後我就 我也很久沒有跟林一一起出 就是也沒有出過 就是一起搭飛機 然後就問他說 欸 你現在還會很怕搭飛機嗎 然後 因為我就想說他最近不是去日本都好幾趟了嗎 然後他就說還好 然後就 飛機要起飛的時候 他就 抱我的手臂抱得很緊 快斷掉了 那種 然後我想說 嗯 他剛剛明明就說還好 他明明就說還好 他明明就說還好 那林一真的是 平常這個是一個 你知道 很腹黑嘴巴很壞的人 但是搭飛機的時候 我就 難得 對 我難得的覺得林一有點 可愛 有點像寶寶 只有搭飛機的時候 他平常還是很壞 螺旋槳的飛機不一樣 喔 所以跟一般的飛機不一樣 因為我們剛好就是坐著那個地方 可以看到那個螺旋槳 嗯 是叫螺旋槳嗎 會不會是只對我壞 嗯 我不知道耶 我覺得 我覺得 是不是我做人失敗 就是 我還是當 老鼠好了 我覺得 我就很 哼 沒有我覺得我自己也蠻欠罵的 謝謝小熊的 說你 就是比如說大家 就是剛剛就在講什麼話題 然後我沒有聽到 我再問一次 然後大家就會 就是對我很壞 就是 齁 米娜是有沒有在聽 這不是剛剛就說過嗎 然後一天 嘿嘿嘿 真的沒有聽到啊 就是我很常會這樣子 我相信都是哏 可以吐槽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沒有聽到耶 我真的不是故意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沒有聽到 小熊被01吐槽的多慘 獅子座就厚臉皮啊 獅子座就是別人說你很煩 然後你還在那 嘿嘿嘿 嘿嘿嘿 開心開心 獅子座很容易自嗨耶 就是 在自己的世界 其實 對我覺得小熊跟那個 凌凌都有這個現象耶 就是 但是是不同的 你知道 小熊是會自己 陷入自己一個很快樂的世界 就 你看你看 我買了這個 耶 開心 2024 還是小熊是這種 這樣自己很開心 然後 然後 凌凌是屬於那種 她也是在自己的世界 但她是那個 你們看我性感嗎 我是不是很性感 我最近粉絲都說我很性感 凌凌是這種 然後我的話 我是那種 剛剛說什麼東西 剛剛有發生什麼事 就是 三個獅子座都有自己的世界 可是都不一樣 一個是開心 一個是性感 然後我是 什麼 都沒有聽到 就不知道 但我自己也不知道 就是我沒有聽到的時候 到底 發生什麼事情 就 真的不知道 我好想知道 到底 就是 為什麼我會常常 就 放空的時候 就 在幹嘛 我大腦在動呢 我 我的世界比正常世界流速慢 是不是 我也不知道 我也覺得好神奇 我的世界比較難懂 我的世界很好懂 我的世界 沒有壞人 很單純的 而且 我什麼都講 我沒有秘密 我的世界很好懂 就是 我講的就是這樣子 或是我寫在我臉上的 這樣子 謝謝博城的啾啾 你容 暫存記憶體比較少 我也不知道 我這些不知道 我是不是 但是我年紀大了 注意力不集中 我之前看到的粉絲說 那個 魔玉爽 什麼 吃太多 會注意力不集中 這真的嗎 但我沒有吃很多 偶爾吃而已啊 這張 三年前就有了 我已經 我已經是默起了嗎 大家 我已經默起了 現在來不及了 是不是 謝謝小潔的紋手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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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金門有什麼秘密事件呢 秘密事件 好像也沒有 我覺得最荒謬 就是我第一次知道 有松山機場這個站 沒有什麼秘密事件 沒有什麼秘密事件 但我覺得很可惜 也是我沒有跟沒有才能 講到話 我不敢跟他們講話 好可惜 不是魔衣傳的關係 也不是注意力不夠的問題 我覺得可能 這是不是我前陣子 聽金屬太多耳朵壞掉了 沒有才能 也沒有看到表演 因為他們好像是7點 還8點就表演了 然後我們是 10點多才去的 所以沒有看到他們的表演 對 但是有跟阿福河到照 也很開心 而且我很意外 他居然有唱那個 叉子呢 那首叫什麼啊 那首歌名叫什麼 叫不要問我 對對對 不要問我 我很意外 他居然會唱這首歌 因為這首就是 短短的小品 可是他那首在唱的時候 我們在後台 stand by 然後就不能到 外面去看 然後就 好可惜 阿福的不要問我 這時候我之前在我的 instagram上面 我有翻唱過 對 真的神曲 因為那時候姐姐就說不能看了 那時候聽完 她才第二首 然後姐姐就說 姐姐就說 因為等等我們要上台 準備倒數 然後就把我們抓回去 然後就 好想要在外面聽喔 有跟他說我有唱過嗎 沒有啊 沒有什麼機會講到話 真的 我真的覺得那時候 就是疫情期間有這首歌 真的算是神曲了 叉子呢 也是神曲 對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 就是到我的reels 我的IG 我先去回顧一下 裡面 對很多 很神奇耶 就是你知道 很多 很多很多的翻唱 然後 直到你知道 看到 就是本 本人 原唱 就是出現在你面前 就是一種 哇很 很酷的感覺 然後包括我很久以前 好像也是去年嗎 翻唱的 You are so be the 群青 然後 後來就收到了 天樂老師的那個 中文版的詞 然後也是覺得 哇這是 很意外 就是老師會選這首歌曲 因為這個也是我很喜歡的一首歌曲 而且 其實我收到這首歌的歌詞也 好幾個月了 但是因為就是有一陣子就 瘋狂 暴風芒了一陣之後 然後 因為大概到11月的時候 就是 每個禮拜都有表演 超級低音芒的 然後10月的時候 好像就是感冒了一整個月 完全沒有辦法錄音 所以這首歌其實收到好幾個月了 然後就想說 因為我不想要拖過 今年 就是想要把今年至少要 就是把這個東西結束這樣子 對 所以就想說 想要在今年趕快把它完成 然後今年的話也 繼續努力就是 錄更多的好cover給大家聽 這樣子 對 所以 其實我這個時候 怎麼講 我這首歌 我錄了好幾個版本 錄了第一版的時候 就 錄第一版就是 先大概錄一下 看一下那個感覺大概是怎樣 然後還稍微調整了一下 然後原本已經 又錄好了第二版 但是自己就是聽了一下 覺得好像不是很滿意 然後原本錄到第三版的時候 我已經認為那個應該是最後最後的了 可是直到就是 要上傳影片的前幾天 我又再聽了一次 我又覺得好像 有可以再調整的地方 然後我又再花了兩個晚上 就是 再重新錄 某一些 就是沒有全部重錄 但是其實重錄的部分大概也有一半 有一半都重錄了 我再發的前一兩天 對 就是 因為原本我已經就是輸出音檔了 然後輸出之後呢 我自己就平常會戴著耳機 在路上就一直聽一直聽 然後每次聽聽就會覺得 嗯這個地方我就可以再調整一下 什麼什麼的 是因為日文跟中文的那個 發音發聲 就是有一些不太一樣 所以 我 你們看過我就是2023的那個年度回顧 我的前五名全部都是 我cover過的歌曲 因為我要 就是 特別是日文翻中文 我就要聽很多遍 就是他日文是 唱是怎麼樣 然後有些字數可能有微微不同 所以我就要去抓那個感覺 然後特別是有愛說別的歌真的不好唱 所以我真的就是錄了很久 然後就 因為 我知道12月31就已經要出發去金門 就沒有時間了嘛 然後所以 我那時候就很急著前一天要錄完 然後就錄完的時候看一下 Oh my God 那時候就已經凌晨五點了 對 然後 這次也是我 第一次用了新的剪輯軟體去剪 因為這首歌就是群青有那個就是 合唱團的那個部分 然後我那邊就是錄了 要錄很多次 就是要先唱高的音嘛 然後和聲的部分 然後低音的部分 所以要重複錄好幾鬼才行 對 所以就 就 弄了好久 然後因為我也想說 那個地方我要怎麼用畫面呈現 然後就 玩了看看這個新的剪輯軟體 我有付費 一個月要繳 一個月好像 其實也不貴 一個月好像150而已 然後我覺得 就是 又 我之前 短影片我都是用手機剪比較多 但是因為這個是完整版 就是想要認真的剪 對 所以就 第一次付費 買了這個剪輯軟體 這樣子 對 所以就可以用這個 你知道就是 切割畫面的這個特效 其實手機可能也有 可是就沒有操作那麼方便 對 所以就是 在錄音就是花了我好多時間 然後就是每一次 每一次 聽都有想改進的地方 而且我這次有特別 多錄了一些和音的地方 就是 其實基本已經決定要匯出之後 我就再聽 我就覺得好像 我一會就聽原唱 然後我就覺得好像 這個地方可以再加一點和聲 所以你們就可以聽到 有些就是 如果帶耳機的話 會聽比較明顯 就是 雖然看起來是 Found the first take的這個 風格 但是根本 就是我只有一人團的 根本不可能是 one take 你們知道嗎 就是光是 就是 遠的鏡頭 跟近的鏡頭 側一點的 正 正連一點的鏡頭 我就要 錄個四五次 我就要重錄個四五次 因為我沒有多機可以切換 然後我就只能一個人 然後錄好多次 然後和聲也是自己要負責 就是Focal跟和聲 然後中低高音的和聲 然後再剪輯 就是 就是 真的花很多時間在做這個 做這一首歌的 就真的是一條龍作業 就潘大師真的是 我真的不擅長 就是 混音啊剪輯這些東西 所以就是會花 蠻多時間的 但是 就是 就 希望大家還滿意這個成品啦 就雖然可能 過一陣子 我又會覺得 有 想要 我就不能 有時候不能聽太多次 就是 但是就是慢慢進步了 就是 這是我現階段的 我 可以拿出的最好的東西 之後 肯定會越唱越好的 而且我覺得每一次的錄音 都能夠讓自己更近 進步 然後希望 2024也能夠繼續做出更多很棒的好音樂給大家 對 就是 一人 一個人唱和聲 我真的是很崩潰 而且特別是 那個低音的部分 你們也知道我聲音比較高 高音就是 我一開始當然是先錄高音的part 然後和聲的話 稍微壓一下 低音 part 我真的是很困難 就是特別那個 行啊行啊 我真的發出我人生 就是 最低的一個聲音 你們能想像 這是Mina的聲音嗎 那個 你們用耳機仔細聽 你們有個很低的那個 那個 中文是什麼 中文是 不知不覺 低 我自己 我自己就是oh my god 我發出這聲音 我真的是太為難我自己了 就是 我真的 喔 平常沒有聽過那麼低音的Mina 我真的是 好累喔 有想過用條嗎 就是因為我先 我就說我沒有很會 混音什麼東西 所以 因為 我基本上 我能動的不多啊 就是基本上 我就是重錄 重錄很多次 對 就是 找自己的聲音 可以有多 就有什麼變化這樣子 因為我有時候 我也可能一次錄了五個小時嘛 然後我就發現 隔天聽就覺得 昨天這聲音聽起來好像 太緊繃了 所以我隔天又重錄 而且我那時候真的是連錄了好久 然後隔天起來我喉嚨好痛 可是不是感冒那種痛 就是 我可能 前一天錄音太久 就是 喉嚨 聲帶這邊感覺有點 破皮嘛 但也有可能是因為 我不知道是因為聲音用太多 還是因為熬夜沒有睡覺 就 比較燥熱 就嘴巴有點破皮 就很不舒服 所以的話就狂 灌水 然後現在已經好了 一人團隊 其實對 我看Youtube也有那種 一人樂團 自己附著那個 Vocal Bass 鼓跟吉他 然後我們看到這種 我都真的是RESPECT 因為我知道 一人團隊真的很辛苦 嗯 謝謝RED的你最閃亮 謝謝張你的啾啾鳥 11點了 那最後最後 有的時間差不多來唱 來唱一下這首 中文版的群青 先喝一下水 那我就放這次錄的當伴奏了 這樣我就不用唱和聲了 然後大家 對希望大家也可以多多支持 這個中文版的群青 可以到我的Instagram上面 多聽幾次 我自己現在還是很愛這首歌 就是因為是自己的 你知道 花了很多時間的 心血捷徑 一定要多聽幾次的 好 我現在沒有連網路 應該放得出來吧 我鼻子好厭惡 謝謝追蹤 OK 貌似是跑不出來 所以我們必須先連個網路 希望不會卡 我先拔一下充電 現在有38%了 哈 啡 咕咕哇 咕咕咕咕… 感謝追蹤 我怎麼連不到網路 連不到網路 大家等我一下 我開個熱點 聖哥晚安 大哥 字幕提供 OK 我回來了 那我們現在再來唱 剛好這首歌就結束了 我們來唱這個中文版的琴琴 調一下音量 OK 來吧 不然了無心意 徹夜的光環激情慢慢平息 台北也一如往昔 降臨了晨晰 總不明說不上的空虛 提不起沙毛巾 有無聊的隔音 算了吧沒關係 就這樣沒關係 隨便的心 習慣了運作 關於時間的渴望 不只能就能的循環 不只能思考 啊 誰情所欲 表揮你的生命 用人心的彩筆 揮散你的決定 空氣已人滿意 這睡意的黎明 一腳踏進 展示世界的變形 對著你的東西 承認已長了蜜 睡不清 害怕的快不能呼吸 但或許我終於 好想遇見了真正的自己 啊 為何越是賣力 超夢伸長手臂 卻越遙不可及 老實不順利 封閉不負預期 今天也一如往昔 掙扎著著急 重現你 嗷鬧後會惋惜 用臉都想逃避 累人不住窺體 多拼了命追尋 就多煎熬焦慮 痛苦逐漸清醒 啊 誰情所欲 奔向你的風景 永遠心得不屈 他想你的確定 深夜裡仍清醒 揉著眼睛繼續 奔不顧身抓緊 青澀的約定 被著迷的東西 不放棄 不喊聽 絕不清 單純獲得快樂而已 我究竟 行不行 儘管偶爾不挽回 啊 集團執求 無論集團執求 毫無自信 所以一張一張默默執著 啊 幾次振作 無論幾次振作 沿途的傷全是一道一道 勇敢的線索 即使我還不思索 即使和誰比起來我 根本找不到哪裡 與眾不同 只要能夠此刻的我 愛卷弱的我 糟然依舊 未曾經遇 難言語的心情 未曾自信 傾聽的思緒 包括那天不再猶豫 跨出原地 出場失敗對面 一切點點提醒 是確定的印記 找了迷的東西 才輕輕觸碰到 微光的漣漪 沒問題就創情 就好好享受感動的指引 啊 獲盡全力 描繪你的生命 用唯一的彩币 揮散你的決定 也不眠 日不息 披折襟 沾折襟 走算了 遭折襟 都在清光雲 要扯你的印記 找了迷的東西 到如今 一樣它能不能呼吸 但我或許 也成語 不再是當初 那透明的自己 啊 不多讀 不懷疑 獨一無二最特別的自己 不懷疑 獨一無二最特別的自己 不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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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二無好浪當 是嗎 無二 在這裏 事件 不懷疑 就是 它是 幸福 耶 耶 謝謝綜合綿綁上你的味道 希望大家喜歡這個中文版的群青 我真的覺得群青真的好讚喔 就是歌詞也 日文版跟中文版的歌詞都很touch到我 謝謝夏爾的棉花糖 再放個原版的群青 群青 為什麼找不到 謝謝維军的choochoo鳥 對這個 大家喜歡的話 記得多聽幾次 我突然想到 那個 你們有聽到嗎 我有特別 這是我最後加上去的東西 在那個 是這邊嗎 在哪裡啊 這裡找不到 喔這裡啦 這裡 你們有聽到嗎 這是 我最後 我最後 加上去的是這個 就是 那個 這一段 幾次整座 幾次整座 就這邊幾團只求幾次 就是你們用耳機聽 你們會聽到 一個小小小米奶 小小米奶 在唱那個 和聲 在那裡喝東西 不放心 我和你 幾團只求 幾團只求 就是 就是 用耳機可能聽比較明顯 對 因為我那時候其實錄完這首 然後我就一直覺得 這個地方好像少了 什麼東西 所以我就在發之前 我就覺得 不行了 我就少了什麼東西 然後 就是最後最後 就是再加上去的 然後我那時候覺得 不能再聽了 因為我 我也是做聽書 我就覺得 我又想加東西了 對 但我最後有加這個 真的有差 就是你們不能小看這個 小小的 和聲 就是 聽起來真的差蠻多的 對 我那時候覺得還好最後有 加上去 對 好 哈哈 魔鬼藏在細節裡 但是 因為我其實我對和聲沒有那麼 在喊 只是因為這首歌就是有蠻多 就是 就是你知道這種 和聲的部分 對 謝謝小咪唱和聲 哈哈哈哈 謝謝小咪明星的啾啾容 還有謝謝小潔的啾啾你喔 好 那今天的直播也差不多到這邊結束了 下一次直播是禮拜六 晚上九點 很久沒有禮拜六開直播了 最近蠻多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謝謝俊佳的香檳 謝謝俊佳的香檳 那我來列一下今天的排行榜吧 謝謝博城的聖典紅毯 大家新年快樂 今天的第十三名是威君 謝謝威君 第十二名是德瑞克 謝謝德瑞克 十一名是太空 謝謝太空 第十名是突雲雲 謝謝突雲雲 第九名是小潔 謝謝小潔 第八名是土司吉 謝謝土司吉 第七名是博城 謝謝博城 第六名是中影 謝謝中影 第五名是小剛 謝謝小剛 第四名是果醬家 謝謝果醬家 第三名是天竺鼠 謝謝天竺鼠 第二名是中和喵喵 謝謝中和喵喵 第一名是夏兒 謝謝夏兒 謝謝大家收看今天的直播 那我們禮拜六晚上九點見囉 大家晚安 這次有阿蘇比也是紅白的最大亮點耶 真的是 但我還沒有空好好的看完紅白 大家都知道我的那個 就是時間糊過的都比一般人久 我記得我去年好像也是跨完年過了一個禮拜 那我才在看紅白還有跨年的節目什麼的轉播 對 所以今天也才三號而已嘛 對所以 我可能會下禮拜再跟你們聊 我看了跨年的哪些轉播回放 就是對 因為我的 我的時間糊子是比較久一點 對 有阿蘇比也的這一段表演 我有看過片段了 但其他完整的我還沒有看過 對要慢慢來補 到時候有看完再跟大家分享 今天直播就到這裡結束了 大家晚安 禮拜六見 我們這首歌放完就乖 晚安 啊 未来不理 似ていても 確かにそこに 君の中に